现在不管哪里降雨 很多人下意识都会关注肖敬腾是否来到了那里 肖敬腾的雨神称号也开始发扬光大 成了大家调侃的对象 但是肖敬腾本人真的喜欢这个称号吗 这可不见得呢 这不近期雨神肖敬腾发出了微博说明雨神的来历 并尽力为自己辩解 并表明了大家可以叫他雨神 但希望大家不要问他什么时候下雨 看来我们的雨神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称号 不然也不会发微博为自己发声了 肖敬腾表明雨神的称号来自于一场演唱会 当时北京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雨 所以媒体就给了自己雨神这个称号 后面几次自己所到之处也下起了大雨 所以雨神这个称号就更坚定了 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 哪里下雨都会把它搬出来 此微博发出后 火了的不是微博而是网友的评论 众网友纷纷留言 说这次不叫雨神了 直接叫你龙王吧 看来肖敬腾呼风唤雨的能力 已经被广大网友肯定了 想摆脱都摆脱不了了 就认命吧 话说回来 大家给肖敬腾这个称号也只是调侃而已 所以作为当事人和网友都不要这么介意 能够靠雨神被大家认知熟悉 也不是一件坏事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圆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